在1918年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当年的今日结束 长达四年的战争 总共夺去了一千万条宝贵生命 生灵涂炭 当时加拿大派出六十几万军队 加入盟军去到欧洲作战 结果六万七千名家军阵亡 受伤人数二十五万 1939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加拿大再次为对抗侵略而参战 当时加国人口只有七百万 而派出的士兵人数就高达一百万 在这次大战中 伤亡的家军有七万人 其中为保卫香港而壮烈牺牲的家军 有接近两千人 今天是加拿大国商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加拿大中文电台 联同全国六百个电子传媒 在此时此刻 11月11日11点 攀手发放信息 为曾经为国捐躯 和受伤的军人 给予崇高的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